各位听众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我们的抗联的战斗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来接着讲武军 1936年2月,虽然正宝中不愿轻易退出隋宁老区 但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恶化的形势却使他不得不做出新的打算了 1935年冬季大讨伐之后,为了对付苏军可能发起的大举进攻 当时在日委的最高当局的头脑里,这种进攻是肯定要发生的 所以数万名日军开始在隋宁地区集结 着手从边境线向后修筑了一道道永固型的国防工程 那武军赖以存身的宁安东南山和西南山地区,靖坡湖地区 都被日寇划入了修筑国防工程的范围 1930年初,日军开始逼迫大批的中国老公将一条条战略公路 向闭塞的深山老林里延伸 为了建设和保护这些公路,日委军警大批地进山 修建据点,驻兵警戒 武军刚因敌集团部落政策失去了群众 现在要因其国防工程的计划失去赖以隐身的山林 所以周宝中当时清醒地意识到 武军必须离开隋宁游击区进行战略性的大迁移 那么一向重视根据地区建设的周宝中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宁安之外 现在他首先必须为武军选择一个突围的方向 一块能够建立根据地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土地 这块土地不仅从战术上对武军有利 从战略上也必须是个能够自由展开的地方 而武军1935年的西晋和东初此时显示出了另一层意义 他们为周宝中的思考提供了选择的可能 隋宁游击区的东面是中苏边境 南面是已完成了集团部落建设 敌尾统治基本巩固的东满 这两个方向均不可以作为武军未来的战略转据方向加以考虑 它能去的地方只有北方和西方 1935年武军东部派遣队已在牧陵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并与活动的林口薄利的四军取得了联系 西部派遣队则在西南方的鹅木建立了新区 还同二军一部形成了共同作战的关系 周宝中就盯着这两个方向 他看得清楚这两块并不巩固的新区 可能将武军引向三个战略方向 牧陵新区可能将武军引向下降 鹅木新区则会将其引向一军活动的南满和三军活动的哈东 他只能也必须在上述两个方向中间做出选择 那么有迹象表明呢 周宝冲最初的倾向于是西进 那武军已经在鹅木敦化有着不凡的表现 那里呢山峰重叠 临海茫茫 到目前为止呢日为统治呢还相对薄弱 是重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而且呢那里南下呢 可与杨靖与王德泰合并一处 北进呢则可直入哈东 与赵昌志会师便于战略展开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他太靠近吉林和长春 极容易成为敌讨伐的第一重点地区 如果北上木陵呢 武军就只能北上下江 那下江地区呢大部分是平原 只有七部的牡丹江两岸是由隋宁向北啊延伸过去的老爷岭山脉 可以作为武军的立足之处 目前呢 敌尾在下江的统治呢相对薄弱 由于南满东满哈东隋宁地区仍是敌人讨伐的重点地区 那里暂时也不会马上成为日本军大兵距离的地方 然而作为一个游击战长的专家呢 周宝中还是注意到了下面一些事情啊 目前在下江地区 活动的抗日军已经太多了 不利于武军在战略上展开 那除了牡丹江流域的老爷岭和虎饶西部的丸达山 一旦日军大局讨伐 他深际这种讨伐总有一天会发生 那么那种时候发生的话 抗日军将无险客居 再说许多抗日军聚集下江 回旋余地很小 极易被日北军拒而兼职 那这些深谋远虑呢 是他不能把北上下江作为武军的第一选择 当然首先还必须做一个现实注意者 那想西进是一回事 能否西进或者西进能否成功 则是另一回事 因此呢 他还不能完全否定另一个方向 而且就武军而论呢 第一件大事呢 就是怎样突出重围 不为数万的日军消灭在隋宁老区 那为了保证突围成功呢 赵宝正做出了 今天看来仍然是唯一正确的决定 当时他命令一师再次准备西进 以峨木为中心 扩大游击区和根据地 同时呢 向哈东的武长 尾河和东满的苏兰敦化展开 打通与一军三军的联系 那二师呢 在北上慕陵新区 以那里为中心 向密山薄利伸展 与四军取得联系 上述的计划实施过程中呢 他仍然像去年冬天一样 带着军部和金日成和陈汉章的 二军二师部队 留在隋宁老区 为初中部队 坚守最后一块根据地 周瓦中呢 没有向初中部队 讲清自己的全部真实思想 那五军的大规模战略转移 马上就会引起日卫军的强烈反应 因此呢 这两支队伍的出征都带有试探性质 且可互相侧应 分散敌人的兵力 他不能保证两路突围都能成功 但只要一路成功了 不成功的一路呢 就有可能掉短头跟上来 退一步说 哪怕在突围中 损失了一路 五军还有另一半人生存下来 而只要有一半人存在 五军就没有被消灭 仍然能够冲整雄风 但二月中旬呢 他命令两支部队呢 尽快出发 那二师师长呢 傅显明呢 首先率二师 这个太阳征途 他们沿着去年东部的派遣队 走过的道路 秘密穿行高山密林中 于三月中旬呢 到达了木林新区 与东部派遣队会合 补充了积养 之后呢 傅显明继续率部北上 四月初呢 越过林口进入密山 这时候五军主力的突围呢 已经被敌人发现 那以牡南江为中心的 打批日伪军的大举出动 对我军进行围堵和追击 那二师呢 左突右通 因地形不熟 终于在密山的 黄金盒子地区陷入重围 那傅显明呢 率部突围身先士卢 胸目连重数弹 扔大户冲锋 直到血尽牺牲 连近三十六岁 这样五军的一个 重要的军事将领 二师师长傅显明 壮烈牺牲 那黄金的盒子突围以后呢 二师呢 转向林口 进入到深山老林 周保中接到报告 命令副市长王光宇 记者市长 四月末 王光宇率部回市牧林 在八面通地区 与尾追而来的敌人 激战半个月 突然北上中东路 5月20日 二师在中东路上 颠覆了敌人的一列火车 逼日军17名 25日 王光宇一兵三道盒子 再次颠覆敌人列车 逼日军少佐上位 更六名 那这两次战斗呢 迫使日北军不得不分兵 护守中东路 我军的敌情压力渐缓 王光宇是后来 武军的一个重要战将 他打的也是非常的厉害 游击战的战术非常的灵活 那么 但是在牧林扩大新区的目标呢 却无法实现了 周保中决定改变原计划 命令王光宇 继续北上 进入牡丹江下游的 伊东凋零地区 建立根据地 那六月初呢 王光宇甩掉了牡丹江之敌 长途极尽 进入了老爷岭府地的 伊东凋零 那一边呢 与当地日伪军战斗 一边着手在山林深处呢 建立游击根据地 至此呢 二师完成了 经过修改的北京计划 武军的战略突围呢 成功了一半 那伊师呢 却没有完成西出 额木的计划 那二师出发以后呢 周保中就督促伊师 迅速出发 但是由于伊师很快 和日军发生了一场 空间惨烈的战斗 那么这场战斗呢 又引起了敌我之间 一连串的新的 报复和反报复战斗 周保中的西进计划呢 被打破 伊师和武军居住 别无选择 只好全部踏上了 向下降突围的这个路途 这场战斗呢 就是武军历史上 也是抗连历史上 著名的莲花炮大雪战 莲花炮大雪战 那莲莲花炮山呢 位于宁安东京城 西南三十里的 穷山峻里之间 1936年2月中旬 西征胜利归来的 伊师各团 转移到这里休整 等待军邪 再行西征 那春节将至 宁安县委呢 给部队送来了慰问品 犒劳 这个喊嚣而归的子弟兵 这时候呢 从东京城来了情报 说敌人已探知我军驻地 可能前来讨伐 当时市领导呢 一则认为正是隆冬季节 大雪封山 第一 鬼子轻易不会出动 二则认为 莲花炮山势 错动复杂 就是敌人来了也好对付 就没有组织队伍转移 只让各团 分别向东京城方向派出了警戒 那么这种松懈麻痹的思想 带来了严重后果 2月27日深夜 驻东京城的日军守卫队 携带伪军步兵 第二七团的第三营 悄悄出城 向莲花炮 集齐而来 那伪军骑兵第33团 也从驻地 阿尔玛连鹏河 清朝日处 直奔莲花炮 那两路敌人 总兵力超过了两个团 且做了分工 东京城的日伪军 向莲花炮山发起攻击 北骑兵33团 负责隔断莲花炮 与静破湖北湖头的交通 阻止 我军增援 前一路 日本军到达莲花炮后 日军又让 北军第27团 第三营 负责花脸沟 方向的警戒 以防我军转移 进攻任务 完全由 前一名的日军 自己承担 28日佛晓 日军线头部队 禁止莲花炮 东施港的团 与我军 一师三团的警戒哨 打响 那一师师长 李经浦 文豹 盲病三团团长 王如奇 带全团进入阵地 投入战斗 日寇 前进受阻 兵分两路 一路向三团 发起猛攻 将他牵着到原地 另一路 绕过三团的阵地 继续向一师师师部 和一团驻地 发起包围攻击 李经浦 见情势危急 令一团就地展开 阻击敌人 二团从右翼 向敌人发起反包围 但莲花炮雪战 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场 实力悬殊的战斗 日军在武器装备方面 占优势 兵力上也占有绝对优势 那日军的指挥官 是个姓林田的中左 一向是交横 一向交横 见这次真的抓住了 我军主力 更是志在必得 一心想将我全歼 那一架二团 从右侧发起了进攻 林田当即分出部分的兵力 转向右翼 组织防御 林兵的这种 不断分兵的战术 使日军的攻击势头减弱 给了我军一些调整时间 调整和巩固阵地的时间 那早上八点钟左右 敌军的第一次攻击 被击退 此时战场一分为三 整个莲花炮山的 枪声震耳消炎一弥漫 日军退到山下 重整队伍发起第二次攻击 这次林田改变了攻击的重点 集中兵力突然向 从右翼进攻的二团发起粉攻击 那数百名日军端起刺刀 怪叫着向二团的攻击线压来 二团呢 当时地形不力 被迫后退 在二团被击退以后呢 敌军呢 将兵力调回 平均分成两路 重新对一三团 坚守了山头阵地 发起强攻 那当时日军呢 先用炮火猛轰了一阵 现在我军阵地上没有动静 才端起刺刀 向上冲来 那么当时一团团长王如奇呢 被敌人的炮火打得火起 鬼子拼杀一分 直到鬼子上了山顶 他才命令开火 这么近的距离啊 当时战士们突然开火 敌人纷纷倒地 王如奇大叫一声 跃出战壕 高举大刀 向敌群冲去 那战士们见团长冲去敌群 也都冲起出战壕 与敌人展开了白人格斗 那一时之间的 一团的山头上呢 血肉横飞 杀气腾空 敌我两军士兵的呐喊声呢 惊天斗地 那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呢 让日寇的战火呢 炮火呢 无法发出威力 那临天在山下呢 看着攻上山去的 这个日军士兵呢 被我军杀得纷纷后退 一直败退到山下 气得哇哇大叫 那不等日军指挥官 在山下站稳 上去就是两个耳光 命他再次冲锋 但日军呢 已经被这个 当时战士们的这个大刀呢 杀得魂飞魄散 二次上山呢 声势明显不如刚才 那么王如奇这时候呢 浑身是伤 仍然坚守在这个山火线上啊 对敌人强烈的射击 攻击一团的敌人呢 又继续发起了几次进攻 仍然没能攻陷一团阵地 只能将山头团团包围 战斗进入了一个 胶着的胶着的状态 那么三团阵地上的战斗呢 由医师市长李金普 亲自指挥 他当时早已打红了眼睛 亲自率领一支赶死队 每当日军攻上山头 就跃出去与敌拼杀 从早上战至下午四十 日军向三团阵地 发动了不下二十多次的 这个攻击 都被这位市长率领的 干死队杀了大败而回 那么三团的阵地前呢 躺满了我士本兵 和我军士兵的尸体 那么冬季的白天的很暖 下午四点钟呢 太阳就落山了 那日军的官兵呢 一向自视骁勇啊 这一仗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胆寒 那林田呢 见我军阵地久攻不下 日军的伤魔惨重 活着的经过一天的战斗呢 也渐渐有气无力了 就气红了眼睛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丧心病狂的这个日寇呢 就不顾他五十道的戒律啊 命令炮兵 向我军阵地发射了毒气弹 那么三团的阵地呢 首当其中 当时李经浦呢 正要组织一场 更大规模的反冲锋 那么突见几发炮弹打来 山上烟雾弥漫 不一会呢 就有十几个人不省人事 那么往山下望去呢 看见日军全部戴上了防毒面罩 就猛然明白 当时日军使用了毒气弹 那么李经浦这一惊不小 急忙下令 增援三团阵地的 二团二连四连担任掩护 其余各团阵地啊 各团的部队迅速撤出阵地 那么三团二团呢 随即开始行动 向山后转移 一团随后也冲破 山下敌人的包围线啊 撤进了后山 那么二团二连 见各团已经撤出 也从阵地里撤出 向后山转移 但是二团四连的 19名指战员呢 都没有来得及撤出 等全时安全转移 可以撤离的时候 他们已经被日寇的 毒气弹熏得昏迷不醒 那么林田呢 在山下等了一会儿 见山头上没有了动静 以为人都死了 战斗已经结束了 就带着十几个随从 向山上走了 那么林田呢 耽搁了一会儿才上山 是想等山头上的毒气散去 而随着山头上的毒气呢 渐渐被寒风吹散 昏迷中呢 二连马连长等 19个勇士呢 也渐渐苏醒过来 那当时呢 这马连长呢 就悄悄招呼大家 说弟兄们准备战斗 把敌人放到跟前来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开枪 那这林田呢 和他的十几个随从呢 走上了我军阵地 他静止地走到了 马连长的跟前 用脚踢一踢马连长 当时锤在地下的头 说这个死了死了的 他还没有把地下 底下的话说完 这个死了的人 就突然对他抬起头来 并且用枪 对着他的胸膛 冒出了一团火光 那么马连长 用尽最后的力气 喊出了同志们打 那十八名战士呢 一起抬起头来 举枪怒放 那么一片枪声过后 林田和他的 实警们随同 全部被击毙 那么这个 马连长为首的 十九名勇士呢 也是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 那莲花炮雪战 结束了以后呢 这场大雪战呢 使得七十八名 日军毙命 二十多人重伤 我军的死伤近百人 这种惨烈程度呢 在武军的历史上 是空前的 那么日军呢 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的突袭呢 本来想将我军一举歼灭 没想到呢 包括指挥官林田中佐 在内的十多名 日军官兵呢 会在胜利之时呢 也还被那个 马连长等 十九名勇士击毙 所以撤离战场之前呢 当时的这伙日军呢 当时受性大发 当时谢斯底里呢 在我军战士的遗体上 在那些中了毒气 还没有断气的 抗日战士的身上 发现愤怒 他们用刺刀 乱戳战士们的脸和胸 用军刀呢 肢解他们的遗体 那么日军走后呢 当地的救国会呢 偷偷前来收敛 这个英雄们的中共 能够找到 并凑在一起的呢 只有42具的 烈士遗体 其他的遗体呢 已经无处可寻了 所以呢 后来呢 乡亲们呢 用隆重的礼节呢 给这些烈士们下了当 连号炮山呢 从此也被称作为 42烈士山 那么这些日军呢 在撤回东京城的途中呢 恨意不尽 他又在花脸沟呢 犯下了滔天罪行 当时进屯以后呢 他们以庆祝 为满洲国 成立纪念日为借口 将全屯的男女老幼 集中到一起 把几十名村民 捆掉在树上 练习刺杀和射击 又把十几名妇女 脱光玉腐 虐杀至死 那么周宝中赶到 莲花炮山呢 我看到是42座新坟 当时站在烈士幕前呢 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 他呢 流下了愤怒和痛苦的眼泪 接着呢 有人向他报告了 这个花脸沟的惨案 周宝中听后以后呢 脸色煞白 脸色煞白 他一生中难得的 几次震怒 这是其中的一次 他命令医师 和上代宁安的 五军全体官兵 停止执行军部 以往的所有指示 立即向日军 发起全门攻击 日军在莲花炮山 和花脸宫 杀死了多少中国人 我们就要杀死 多少日本人 一个也不能少 这是当时周宝中 震怒以后下的命令 当时呢 因莲花炮雪战 而深深自责的 医生师长李金普呢 正陷入悲痛之中 听了军长的命令 当夜就率领各团 向日军的据点 发起了全面攻击 从三月到五月 五军各部 向日军连续发动攻击 一百余次 宁安境内 几乎每天夜里 都能听到枪声 三月二十日 李金普率部 突袭新官地 一次就杀死日军 二十多名 五月初 周宝中接到报告 军长的命令 已经被执行 各部已累计 杀死日军一百五十余人 一命敌一命 给莲花炮牺牲的烈士 和花脸沟的乡亲们 报了仇 那么五军这种 带有鲜明 报复色彩的主动攻击呢 引起了一人串的后果 那么隋宁地区的敌人 高度警觉起来 对我军展开了 新的报复行动 情势呢进一步恶化 那由于要留在宁安 为莲花炮和花脸沟 此丹者报仇 一师的牺牲的时间 被延迟了 去路被日军重兵堵死 那一师主力呢 有被敌人围奸的威胁 到了三月末 头脑逐渐冷静下了 周宝中的命令一师 趁敌人还没形成合围圈 沿着二师走过的路线 急速北进下降 与二师会合 自己呢 和副军长柴史荣 率剩余的部队 继续留在宁安境内 向鬼的讨翻雪寨 那一师呢 穿山越岭 昼夜艰行 很快就进入了墓岭 在八面通小五战 袭击了一趟日本军列 又在小金山 袭击了金矿局 然后进入林口 在黑老婆沟 袭击了日军的三十八连队 打死日军数十人 接着继续北上 进入薄力方正 与二师会合 五军主力北夷下降的任务 基本完成 那周宝中呢 柴史荣 率领五军军部 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 一直坚持到这一年的九月 直到这个时候呢 周宝中 因莲花炮雪战 和花脸沟惨案 被激怒的心情 才渐渐平静下来 决定离开 隋景老区 向以凋零为中心的 五军新根据地转移 那行前呢 他与陈汉璋告别 将二军二师 留在宁安 坚持斗争 他这样做呢 也是为了使南满 与吉东 北满 抗联部队的联系 不至于中断 那么周宝中 还在宁安地区 留下了一个 五军留守处 一个盗难特委 任命的宁安县委书记 张忠华 为留守处主任 与特委书记 带领部分部队呢 与二军武师 配合作战 周宝中这样做呢 是经过了深波远虑的 直到此刻 他仍然对 五军进入下降后 可能会遇到的 困断局面 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周宝中还认为 东北抗日联军的 退出宁安老区 明天也许 还会回到宁安老区 只要东北地区 敌强我弱的局面 不发生本质的变化 五军很可能要经常 不断在极东地区 来回的迁徙 这时在宁安地区呢 留不留一支小部队 就成了一个 战略性的问题了 无论如何 一支小部队 在静波湖四周的 深山老林里 总是能够生存下去 而只要它 一直生存下去 宁安老区 对五军全体直转员来说 他仍然是一个 可以信赖的后方 一块依然存在的根据地 一种鼓舞部队 在尖南局面下 战斗下去的强大力量 那1936年10月 周宝忠率五军军部 到达了林口 头盗盒子 建立了五军军部 离世办事处 他的部署是 军部和医师 在以凋零为中心的 姆南江夏欧活动 二是继续北上 进入下江府地 宝青 府井 开辟新曲 在这里 周宝忠与年初 吉东特委被破坏后 新成立的 中共道北特委相遇 道北特委要求 周宝忠北上伊兰方正 与三军和四军的部队会合 同时担负起 对旗帜中 独立师和谢文东 救国军的领导工作 那么就五军而论的 兵临下江 使他有了更广阔的 生存空间和斗争空间 以及与其他部队 联合作战的可能 但就整体而论 五军的到来 却进一步加重了 下江地区的危机形势 1936年的冬天 整个下江 西起伊兰汤圆 东至乌苏里江 岸边的虎林和饶河 南以中东路为界 北至黑龙江南岸的罗山 已经云集了 东北抗联的 三四五六七八九军 以及将要被改编为 十一军的 齐祖宗 独立师 也就是这个时候 除了二军 十军 一军以外 除了这三个军以外 剩下抗联的其他的各军 全部都在下江地区了 那么从这个冬天起 日委最高当局就会把他 把下江地区 与东边道地区 列为治安速整的两大重点 年年重兵云集 大家讨伐 那么各军云集下江 还将带来一个 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大问题 周宝忠就在这种危机时刻 进入下江 并接受了道北特委 给予自己的任务 虽然他对各部 抗日军间的复杂关系 尤其是去年冬以来 逐渐形成的 极东党组织和 北满党组织的分歧 一无所知 周宝忠没想到 他会在下江地区 进入一种非常复杂的矛盾 但他既然进入了这种矛盾 就开始以一个 共产党人坚持的党性 坚强的党性 和自己关于如何 在东北长期坚持斗争的 严肃思考 置身于这个冲突的中流 终于他成为了 极东方面 参加争论和斗争的领袖人物 我们这里边简纳谈一下 因为后边的几点 就会谈到这个斗争 当时抗联内部的这个斗争 这个斗争的主要是 极东特委和北满特委的斗争 那北满那边的代表人物 就是赵上志 也可以说是 极东特委这边的代表人物 就是以这个李延禄 朱宝忠他们为主 那么这两种思潮的斗争 影响到了后边的 包括赵方志的悲剧 包括后来的 抗联队伍的一些失误 这是都会有影响的 所以在今后的几点 我们会给大家 一一介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